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11月14日鄭若驊大師長出席了仲裁學會的講座以後 在門口摸襯 他摸襯以後就在英國做了手術 今天《英國金融時報》一篇報導 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所說 鄭若驊本來希望辭職 並且留在倫敦的樹 但是北京下令他要回香港 當然這個報導在後段同時引述了 律政司司長辦公室否認鄭若驊是想辭職 亦否認北京曾經下令他回香港 至於你是相信哪一個版本 現在我們一起分析一下 首先特區政府的極高層官員傳出辭職的傳聞 就不只是局限在鄭若驊大師長 大家記得九月初的時候 行政長官林鄭也曾經通過一個非常迂迴曲折的方法 就是在路透社爆出一個秘密錄音 他就在這個秘密錄音當中說過 他就說如果有得選擇的話 第一件事他就會辭職 當然後來他在這個記者會當中也否認了 就說由開始到現在 我都沒有向中央提出請辭 這個就是他否認了 目前來講鄭若驊大師長同樣是否認 說他辭職 即是這些事基本上是不認得 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 一入喉門就心似海 似乎這些做高層官員 連辭職的人身自由都沒有 當然這個分析就是基於金融時報所引述的 那三名消息人士 他的消息是確實無誤而言 其實上次林鄭那位也有錄音 他也不認 這次就沒有錄音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這些情況是熟實的話 就是反映得出他們的士氣是極為低落 大家想想一個人如果想扯又不能扯 即是根本想被控告他留在這裏 他當然就不會有一個所謂執政的意志 對於那些警權 更加不會是強加制約 根本上他都沒有心做 想扯豹不扯 好了 而且這次更好笑的一件事就是 如果鄭大師長真的想借基 借養傷為理由 就留在英國一整年 他要養傷三個月至一年 現在就被迫回來香港要做這個沙包 也挺好笑的 大家就要明白到 鄭若驊大師長現在為何要被控告他回來 因為第一 就不想有人接他這個爛灘子 也沒有人肯上 現在這樣的局勢 沒有人會這麼愚蠢 就搞這些政治自殺 第二件事就是 他回來是有他的作用的 就是被這些建制派圍插 大家可以看到立法會的發言當中 建制派開始是事無忌憚 而且無所不用其極地 就是對於特區政府的高層官員 以及主要問責官員 就是作出一個割席式的批判 就是少到他們七個一皮 嘗試去挽回市民的信心 以及跟特區政府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 鄭若驊大師長回來香港 正好充當這個角色 如果找別人上去 建制派又變相分攤責任 以及硬食 現在就故意叫他回來做沙包 被人任答 而建制派可以對於特區政府的施政暢所欲言 當然是得到受益 以往一定是要補價護航 現在竟然罵得比民主派 所以大家可以想得到 到底這些人在做什麼動機 而鄭若驊回來 就是正好擔任這個沙包的角色 最後一件事就是 鄭若驊很愚蠢的一件事 就是他無緣無故公佈了自己 即是有三個月至一年 就是要休養 其實要連氣的話 你未來幾個月至少一年 就是要左手走來走去公眾場合 即是要包紮著左手 否則就不連氣了 因為你說要三個月至一年 你說醫生跟你說 本來你只是想著三個月至一年的時間 就可以在倫敦休養 其實就等於流亡英國 即是俗稱的謝畢頓 哈哈哈哈 謝廖頓 聽過謝畢頓也第一次聽 好了 現在被迫回香港的時候 也很嚴重 因為根據余懷松 所流出六人幫的名單 即是等候人權法制裁的名單當中 其實鄭若驊大師長 就是位列六人幫的第二名 即是算林鄭之後 所以你現在這樣回來的話 也挺危險的 好了 然後律政司有回覆到傳媒的查詢 關於這篇英國金融時報的報道 他就說到律政司司長在12月3日回來的時候 已經指出 他在倫敦受傷之後 中國駐英大使館安排他回到北京 司長馬上到醫院作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 並且在12月3日出院 隨即返港 司長沒有報道所指的提出請辭 有關的報道全無事實根據 所以大家相信哪一個版本呢 就自行判斷了 好了 接下來就想說一下何君堯 他最近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一個專訪 我覺得挺有趣的 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專訪裡頭有三個重點 第一件事就是他對於武校 英國的安格里亞老師金大學 褫奪了他的名譽博士銜頭 似乎是耿耿於懷的 他就說到學校從來沒有跟他接觸過 也沒有告訴他他被人投訴 或者問他的看法 更加不給他回應的機會 這些事情全部都沒有做到 然後就說要撕柴了 其實這件事我又覺得 因為這個名譽銜頭的話 他絕對不需要向你作出任何諮詢 如果大家有做過校董會裡的職務 就會知道 小弟也做過 做過一年大把 其實他們在考慮對某些人 頒受這些名譽銜頭的時候 他都不會向你諮詢 他內部定了之後才會通知你 他頒發給你的時候就不需要諮詢你 為什麼要拿回的時候就要諮詢你呢 他不是拿回你的法律學位的資格 你真的讀回來 那張文憑是照頒授給你 是不能拿回的 這是名譽而已 名譽就不同了 名譽是可以撕柴的 可以拿回的 這個真的很合理 要不需要諮詢你 但是當然他就說到 現在西方學術界被政治凌駕 他就說到這些所謂的學術自由 言論自由 自行來推翻了 西方就說到自己大仁大義 凡事就說規矩和程序 但是處理他這個名譽銜頭的時候 所有偏見都暴露無遺 即是根本上他還是耿耿於懷 不過不怕 沒有了這個英國博士 又拿回一個大陸的博士 即是拿回一些安慰獎 這些叫做粵語的 言語叫做仆街 就拿回雜沙 好了 接著他又說到第二個重點 他竟然盛讚大陸的網民 然後就借機踩香港的網民 他就提到原來他個人微博的粉絲 數量就已經突破了一百萬 他為了答謝那些粉絲支持 竟然間就唱了一首的獅子山下 放上微博那裡 他就很happy 他就感慨良多 為什麼呢 他就說 開通了微博短短四個月 就已經有一百零二萬的粉絲 即是這個數量的差異背後 就反映到一個所謂輿論環境的不同 何君曉就說 大陸的網民非常熱情真摯 對他的工作也很了解和支持 談話深度很舊 闊度很足 反觀香港的網民 大量粗言畏語和激進的言論 失滿了使用者的眼球 他就說 會以高的情緒智商和高的包容度 來應付這些負面的言論 以及希望年輕人能夠看出 兩個社交平台 用戶數量差異巨大背後的邏輯 我真的不明白什麼邏輯 唯一的邏輯就是 大陸人夠多 有十四億人 香港人少 七百萬人 根本上有什麼邏輯 我真的不明白 他就說 要別人想到大陸有這麼廣闊的發展空間 這個就是市場的力量 你就回大陸的微博發展 你不用借錢 我們香港的市民網民 你想想為什麼有這麼多粗口和激進的言論 在你的Facebook那裡流出來 你也要想想自己做錯了什麼 你要反省一下這件事 但其實最悲哀的是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香港的立法會當中 那些議員 有哪些人真正是為香港人服務的 有哪些人是為北京和大陸人服務的 你說是不是很可悲 你看看何君堯說的言論 他就說大陸的發展空間很大 他也在玩微博 而且玩得很開心 但是他是香港人選出來的 反而他就不是為捍衛香港人的利益 你想想這些是什麼人 而且不只他一個 你看看多少建制派都是類似 當然 有些就是半紅不黑 在大陸也紅不起 建制派有些 第三件事 他就說 要加快這個教育改革 這個才好笑 當然 他們很喜歡找東西賴 現在沒東西賴就賴這個教育制度有問題 他就說 要從小讓那些年輕人 了解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關係和內容 不能夠被一些立場偏頗的教師 在課堂上傳播錯誤的思想 這些就是他們經常在想壞腦 經常賴那些教師 老實說 你要一個人 你了解憲法 一個人如果只有幾歲 小學生 他怎樣了解憲法 什麼叫基本法 你叫他分辨一個是非黑白 他是懂得分辨的 你叫他了解什麼叫憲法 和什麼叫基本法 多鬼 這些概念太複雜了 是不是 適不適宜 在年紀這麼輕的時候教他 或者中學教的 起碼在高中才能教得懂 這些概念 經常在從小 其實就幫他洗腦 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永遠不說得出口 你洗腦便洗腦 洗腦本身這件事 你覺得很負面嗎 而且經常說 從小就要教他們 老實說 你教一個小學生 或者初中的學生 這些基本法 或者憲法的東西 他是沒有辦法去批判得到 裏頭哪些東西是合理 哪些東西不合理 哪些東西有侵害人權 哪些東西有打壓民主 哪些東西有打壓民主 他怎麼會分得那麼多 是不是 我不是說那些人 沒有獨立的思考 或者批判的思考 但是沒有那麼多 是足夠的 就是這個基礎的知識 你要一高中才教他 他就好 他就能夠批判得到 不用說從小就教他 一小時候 就只會淪為一個洗腦式的教育 不要經常想玩這些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